アニョョ!!!! ヨーロブン!Sa Ko Yumi da!! 今天想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在夏天討論度非常高的一個話題 就是比基尼 根據我上次拍完第一支比基尼的影片之後呢 得到非常多人的回想 然後大家就是也都問我有關於很多比基尼的一些挑選的問題 那我今天呢一共整理了三點 我覺得大家最常有的一些狀況 針對這幾個問題呢 來跟你們說挑選哪一些款式的比基尼呢 是最適合的 那我們就一起看下去吧 好 首先呢我整理了三個我覺得網友最常問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呢就是 其實市面上有非常多的比基尼啊 我覺得款式做得很漂亮沒有錯 可是有一個缺點就是 像我們這種凡人穿起來可能就是 有的時候就會有點糟尖 他大部分都只能夠就是給model他們穿 才會看起來很漂亮 第二個呢就是 因為其實現在市面上的比基尼真的越來越多 款式也越來越多樣 優點呢是你有非常多不同的選擇 但缺點呢是 因為款式選擇太多了 所以不知道自己到底適合什麼樣的比基尼款式 第三個呢是 其實呢根據我最近就是在網路上面 就是熱門搜尋發現 這個牌子在網路上面真的超級無敵紅的 這個牌子討論度非常高的有兩個原因 我覺得第一個原因呢是因為 他穿起來真的超級美的 他真的可以讓你胸型看起來超漂亮 第二個呢是因為 他真的很評價 但是他又是那種很高級的牌子 我今天呢會跟你們分享 他們家三款不一樣的比基尼款式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們就可以繼續看下去 如果你去購買他們家的比基尼的話呢 他就會有給你個這樣子的包裝 我覺得超級高級的 女生買了也會覺得很舒服 而且他又是這種桃紅色的 看起來心裡就非常的好 好打開給你們看裡面喔 我們就是長這樣 就是一款上半身跟一款下半身 雖然他也是分開買的沒有錯 可是他的價格我覺得真的算非常的平價 我覺得啦 身為我自己是女生 我有一個非常大的感觸是 女生只要買那種非常便宜的衣服 基本上就不會非常的珍惜 你就會覺得 啊算了反正他那麼便宜 我就大不了再買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買稍微有一點質感 然後稍微貴一點點 但也沒有到很貴的那種 你就會變得比較珍惜 我其實現在身上穿的這一款呢 也是待會要跟你們分享 但我先跟你們分享第一款 就是基本款的 二代經典單榜美波比基尼 這一款呢 是他們家最基本款的 但是因為我自己就是很想要有一款 基本款的比基尼 因為如果你們之前看我穿比基尼 就會知道 我很喜歡挑那種 就是看起來比較雞花一點 或者是就是特別的 所以其實我沒有一款這種 非常基本款的比基尼 但我很想要有一件 而且我覺得如果我要買一款 基本款的比基尼 我就一定要挑質感比較好一點的 那第一款我挑這一款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它看起來很簡單 然後色系呢也非常的鮮明 看起來很歐美 它這種非常簡單的色系 看起來就是給人家感覺很舒服之外 其實男朋友最喜歡的比基尼 就是這種非常簡單款的比基尼 他們好像反而不太喜歡 女生穿那種很花的那種比基尼的感覺 我說的很花是指那種 設計感有點太複雜的比基尼 就是男朋友反而不太喜歡 所以呢 如果今天你們想要挑選一款比基尼 然後跟男朋友一起去度假的話 真的非常推薦你們就可以挑這種 非常簡單設計的比基尼款式 他們家的比基尼是你穿起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好像瞬間升級了一個 甚至是兩個Cup 非常的適合就是給感覺自己身上比較沒有肉肉的女生 所以我就很推薦你們就是可以挑選 Wave Shine的比基尼 而且它比基尼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大家有看到嗎 這個呢 是他們家的18K鍍金的設計 會有這個設計的原因是因為 比基尼基本上一定會碰到水嘛 那你碰到水之後 你知道有一些就是比較廉價的比基尼 也有這種類似這種鍍金的東西 但是它就是假的 所以它就會生鏽 然後呢 再來是它裡面的這個秤墊 這個秤墊呢 有集中脫高的效果 所以呢 你的胸型會整個就是 比較不容易就是會被地吸引力 就是一直 一直往下掉的感覺 它就是會把你的胸型整個撐起來 所以看起來就會變得比較集中 比較豐滿 比較不容易走光 是真的 我現在就是身上穿的這一件 我真的覺得 哇 它真的好貼我的肉喔 它就是整個就是緊緊的貼住 也不會就是讓我就是覺得 沒有那種安全感的感覺 因為有些 比基尼它做得很漂亮沒有錯 可是我覺得它的胸型 並沒有真的貼住我們的肉肉 就會有的時候就是 稍微就是有點這樣子開起來 真的 我之前就是 不知道是去哪裡 然後 就看到其他的女生 他們也是穿比基尼 然後超級無敵尷尬的就是 你知道有些女生稍微動一下 它就會有空隙這樣 稍微這樣跑出來 你這個不小心你就會走光 再來就是它吸水力很低 所以呢就算你今天下水起來之後 你也就是不會覺得 哇 身上很重 再來呢 第二款跟你們分享的就是這一款 這一款呢 就是他們家的 二代水墨暈染 雙綁比基尼 大家有沒有看到 正常的比基尼 都是這種就是正常就是一條的 但是它是雙條式的 這種款是我之前從來都沒有看過耶 但是因為我覺得它非常的特別 而且聽說就是 雙綁帶是他們家的熱慢商品 所以我就挑了這一款 它後面一樣有這種18K肚精 一樣可以讓你的比基尼 就是碰到水之後這個肚精 比較不容易會生鏽 因為我覺得我從來都沒有挑過 這種暈染設計的 或者是他們家其實也有另外一款 熱帶叢林設計的比基尼 這種款式其實我比較沒有挑過 其實我這一次挑選的這幾款 我覺得都是屬於就是比較 歐美一點的款式 但是因為我覺得其實女生穿就是比較 歐美款式一點的 比基尼就是看起來會有一種 非常健康漂亮的感覺 然後呢 它一樣這一款包覆性也非常的好 因為你們應該知道 有一些比基尼它其實裡面 是幫你塞那個襯墊 因為有一些女生就是會比較ㄎ 他就會把東西洗一洗洗 洗完之後把它拿出來 就會發現它那個整個 裡面的襯墊 要嘛就是被洗壞 不然就是第二就是它可能 就是已經整個歪掉 你看就是重新就是把它裝回去 而且我最近也發現就是我身邊好多朋友 都跑去買webshine 就是它們幾乎人人都有一件 然後我每次就是在滑IG的時候 又看到超多人穿 後來自從我穿了之後 我真的覺得 真的回不去耶 第三款跟你們分享的呢 就是 這一款 這一款比基尼的是 二代交叉細條美波比基尼 如果今天你想要挑一款 它們最熱銷的一個款式的話 那你就買這一款吧 這一款是我三款裡面 最喜歡的一款 如果你今天很擔心 穿白色泳衣看起來會很顯胖的話 第一是它們家的白色泳衣穿起來 一點都不顯胖 加上它旁邊這個設計 真的是可圈可點 它穿起來你整個胸型真的是漂亮 就是整個是豐滿的 其實它們家有非常多這種 小圈圈的設計 這一款是我唯一挑的一款 就是在這個位置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分享完上半身之後 再來就是分享下半身 第一款這款小褲褲呢 它旁邊設計是這樣子 就是我稍微鏤空了 而且還可以綁起來的 有一個小洞洞的 就是它是把它整個綁在一起的 這種看起來就非常的性感 就是它稍微這邊會露出一點肉肉 加上它屁屁後面呢 有做這樣的皺褲 就算你感覺屁很大很肥的話 你穿起來就是也會瞬間 小一號就是變成小屁 第二款分享的呢 就是這一件 勇褲 然後一樣後面屁屁的地方呢 也有皺褲 所以呢可以讓你縮屁屁 當然你今天想要這樣搭配 我覺得也可以 因為其實現在有非常多那種搭配的樣式 就是我看到很多model 他們都喜歡上半身可能穿一件 素色的比基尼 但下半身就會穿一件就是 比較花色一點的勇褲 這樣子搭配當然也很OK 但是如果你想要像我一樣 就是比較安全的話 那你也可以就是買一整套 就是完全一樣的設計 然後最後一款呢 就是他們家的這一款 白色的泳褲 白色泳褲是搭配我剛才那一件 就是上半身是白色底的 那一件比基尼一款式 然後呢這一件呢 我真的覺得它非常的好穿 就是它穿起來很襯膚色之外呢 看起來就是也不會覺得 你好像全身感覺好像很胖很肥 然後後面一樣也是有這種 皺褶的設計 旁邊一樣也是有這種 就是18K的鍍金設計 然後我這裡就是因為被我學姐燒到 因為它就是也有一款這種 就是Waveshine的比基尼 然後它也是買白色的 但是它是買全白的 然後那時候我看它穿的時候 我就覺得超漂亮 如果你今天只是隨便去買個 路邊攤的白色 我真的不敢想像它穿起來 到底會怎麼樣 因為你知道有些路邊攤 沒有辦法讓你試穿 有的時候買回去 你就會覺得超級無敵雷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今天是 非常的像我穿這種 白色的泳褲泳衣的話 基本上你一定要買有牌子的 第一是安全 第二是你穿起來 胸型啊身材看起來 真的會變得很好看 所以這是我第三件 挑的泳褲 最後呢 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沒有 被這一支影片給燒到呢 如果你有被這一支影片給燒到 然後也非常的想要體驗 Waveshine的比基尼的話呢 今天呢 這一支影片呢 會送出 兩名 兩抽 可以得到Waveshine的比基尼 其中一名我會在YouTube上面抽 另外一名我會在我的Instagram上面抽 所以呢 如果你們想要得到Waveshine的比基尼的話呢 記得就是兩邊都去抽機會比較大 好那希望你們喜歡這支影片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這支影片點個喜歡 那如果還沒有訂閱我YouTube頻道呢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吧 안녕